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淋儀街的大福亭 凍飯照屋定食 就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這個是另外一間的分店 這個是他們的菜單,上次吃過覺得還蠻不錯的 內用區大概有個七、八桌 這個是他們很可愛的圖案 那這個就是全部的菜單 那今天就決定點豪華一點 先生,我要拿鍋扇,我那個蛋要半熟就好 蛋一半熟就可以,謝謝 店內有調味料,有氣味粉跟玫瑰鹽 好,那店家講說這個海老蝦最近缺貨 所以我們就把它換成別的 好,那這個是我套餐選的大福奶茶 現在就喝喝看 應該不錯耶,蠻順口的 好,喝起來就蠻順口的 那建議搭配套餐可以一起點 好,這樣比較超值 不錯喔 就是很順口的感覺 然後不會很甜 好,謝謝 那這泡菜是請你們吃的,這黃金泡菜 好,那這一整套是這樣 然後這個,黃金泡菜是請我吃的 好,現在忙就來吃吃看 因為個人還蠻喜歡吃鰻魚的 好,相當讓人期待啊 嗯 嗯 吃起來很順口 然後油脂夠豐富 好,這鰻魚很好吃啊 好 鰻魚很好吃啊 鰻魚很好吃啊 好,就是那種 普燒醬汁的味道 BIN YOU WANT 很好吃啊 好,個人這個也蠻推薦的啊 不錯吃 好,個人這個也蠻推薦的啊 好,蠻好吃的啊 好,甜鹹甜鹹 然後沒有刺 吃起來就很順口 嗯,讚啊 嗯 嗯 好,蠻好吃的啊 好,那我就把這個 溫泉蛋加進去 哇嗚 嗯 好,記得之前曾經在鬆餅屋吃過這個鰻魚三吃啊 有一次就是 把這個鰻魚架在半熟袋裡面吃 好,跟那個時候我的情景完全複製 但是花的錢花的少很多 哈哈 嗯 好,的確是我要這種感覺啊 讚喔 嗯 哦,這個瞬間 沖頂了沖頂了 滑順的蛋黃 然後包裹著這個鰻魚啊 然後甜鹹甜鹹的味道 然後這個很肥美的感覺 加上白飯 嗯 我的腦海中可以看到鰻魚的世界啊 讚喔 嗯 嗯 這樣吃超棒的 好,推薦各位朋友一定要吃吃看 非常的棒 這樣當然是滿分啦 過癮 真的超過癮 讚 好,再來是這個炸牡蠣 上次跟小阿姨一起吃 覺得這個炸牡蠣非常的美味 看看這家店是不是也是一樣啊 嗯 好像是外酥內軟啊 嗯 非常的棒 這個滿滿的大海的滋味啊 真的很好吃 嗯 新鮮又滿大顆的 然後這樣店家這個特製的美乃滋 嗯 超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 不敢吃豬肉的人的另外一個選擇 很棒 它的牡蠣真的滿大顆的 然後用錢做比較 你可以看到它有多大 所以這個3顆99真的真的滿超值的啊 好,這個非常推啊 超讚啊 超讚啊 嗯嗯嗯嗯 好,這個非常推啊 好吃啊 好,那這個是套三副的卡拉雞 你看 好,先來吃吃看 好,不過這個 跟早餐店吃到的那個卡拉雞 就類似了 好,是也香香辣辣,香香辣辣的啊 但是 因為這個早上就吃得到 所以口味比較沒有驚喜感 好,那就推薦點那個 可樂餅 這樣可能口味上會比較有驚喜感 好,試一下也不錯吃 試一下也不錯吃 好,還OK啊 但剛剛那個溫泉蛋加上那個鰻魚醬吃 真的是滿不錯的 好,OK啊 好,OK啊 然後再這個是店家請我吃的黃金泡菜 謝謝啊 吃個油炸的,這樣子搭配泡菜是還滿不錯的 嗯 好像這個黃金泡菜都有一個統一的口感 上次我在雞巴吃的味道跟這個也是一模一樣 好,就是這個酸酸辣辣,然後 然後很開胃的感覺 不過我滿建議跟炸豬排一起搭配這點 這樣滿不錯的,滿解膩的啊 冰冰涼涼,冰冰涼涼,這樣很好吃啊 嗯嗯嗯嗯 好,不錯 很開胃 好,吃起來 好,吃起來看 感覺有點小辣的感覺 要注意喔 可能小朋友就不適合 小辣 好,記得上次在那家店吃的是牛棒跟這個 好,這邊吃的是燕蘿蔔 好,當然是燕蘿蔔比較開胃啦 吃完油炸之後,當然會喜歡吃一些這個解膩的小菜 這樣搭配不錯 嗯 好,那鰻魚一定要加上溫泉蛋喔 這樣吃起來才會那個 口感才會更上一層樓 好,最後是這個 胡麻高麗菜絲 這個可以再去的 然後白飯也可以再去 好,再來這個味噌湯 嗯 好,整體用上之後這個口味都不錯了 蠻推薦給我的朋友來吃吃看的 算是一個蠻精緻的日式簡餐 好吃 它水準跟在融合的就是一模一樣 讚 好,那店家都很親切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掰掰 好,那這個就是大府亭很可愛的日式小店 那祝各位朋友來這邊就用餐愉快 掰掰